第75届印度国庆日阅兵游行 1月26号在首都新德里印度门前方的 静泽大道盛大登场 多达将近8万名的贵宾跟民众到场观礼 今年的印度国庆履历当道 处处可见女性军警的身影 包括了女性军警的摩托车特技表演 令人叹为观止 印度女军警双脚站在摩托车上 稳稳向前行展现惊人的平衡感 不过后面还有更厉害的 四五位女军警共同骑一辆摩托车 其中一位拿着望远镜 俯卧在一根杆子上 像是电风扇一样不断旋转 有人坐在车头上使用笔电 或是在摩托车上叠罗汉 这可不是宝莱坞电影 而是货真价实的摩托车特技表演 我们也必须要求我们观众 不要试试这些动作 或试试这些动作 请记得他们是专业的验托车 印度国情日瑞兵游行 1月26号盛大登场 不只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摩托车特技 还有各种军备展示 大秀印度的军事肌肉 军人踢着整齐画衣的正部 穿着各自所属部队的军服 佩戴五颜六色的军帽 让人眼花缭乱 连骑兵队 骆驼队都加入瑞兵行列 今年印度国庆女力当道 处处可见女性军警身影 试图摆脱印度女权低落的恶名 除了阅兵之外 各省展示独特文化的花车 也是国庆典礼的重头戏 穿着传统服饰的表演者 在歌在舞 非常热闹 印度去年成功在月球南极登陆 躋身全球第四个登月的国家 民族自信心爆棚 国庆游行也少不了登陆月球的花车 林佑任编译